亚信第四次峰会记者会开始 我们对加强亚洲安全机制化建设 建立亚洲安全与合作新架构 进行了友谊探讨 认为随着地区安全形势日益严峻 探讨建立一个覆盖全亚洲的 新型安全与合作架构 越发具有现实意义 我们发出了共同的生意 即亚洲要迎来属于自己的事迹 必须团结协作 携手努力 亚洲国家应该有能力 主导解决亚洲事务 通过加强自身合作 实现亚洲安全 感谢您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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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